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杂酱面不是因为自己爱吃 是为了市井 这面店的名字也是以它命名的 当年战争过后我们搬迁到台湾 但没有过多久我们就分开了 那为什么当时你们要分开啊 它为了我好 离开了我 当时的日子很苦的 它希望啊 我趁着还年轻 赶快找个好人家嫁了 过个好日子啊 那 这几十年下来 有任何下落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那 其实前阵子 大明就有跟我讲说 面店生意越来越不好的事情 我最近就一直在想 我最近就一直在想 要怎么样可以帮得上一点忙 乖 乖孙啊 你别操心 林姐跟我啊 做一天 算一天 还有大明的帮忙 钱赚得少 没有关系 日子可以过 就够了 你啊 别为了面店的事烦恼啊 知不知道 奶奶 前阵子 大老板退休了 换他的无赖儿子接手 因为如此 让我的工作 都一直没什么进展 来 奶奶 让我回来面店帮忙好不好 哎呀 这怎么行啊 好好吹冷气的工作不做 来这面店 做这出活干什么啊 还不行啊 可是 回来面店 我还是可以发挥我设计的专长啊 奶奶 这面店 上次重新装潢是什么时候了 从以前到现在啊 四十几年啊 都没有变过 那就对啦 面店需要重新整修啦 那 与其花钱请其他人来 不如 我可以处理嘛 奶奶 你这样不会比较放心吗 哎 是会比较放心没有错 但翔翔啊 奶奶不想拖累你 让面店变成你的负担 可以跟奶奶在面店每天努力 怎么会是负担呢 奶奶 你把我从机器那边接过去 一手扶要我长大 我真的很感激啊 现在 有这个机会 再让我尽一份小小的心力 回报你 我一定得做 不然 不然会很后悔的 哎 哎 哎 孙啊 你已经长大了 有这份心意 奶奶 我很感动 奶奶 所以 你答应了吗 哎呀 好啊 太棒了 谢谢奶奶 啊